Hello 大家好 我想現在人幾乎每個人都有智慧手機 智慧手機很好用 可是它因為很耗電 所以一般它的電池壽命都不會太長 像我這一台Infocus的這個手機 大概用了兩年 那它的電池已經壽終正勤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這個手機目前的畫面就這樣子 它不斷的開開關關 因為我電源這邊一壓的時候 又關又開又震動 震動要抖一抖抖一抖又關了 這個很明顯這個 已經無法充電了 那我們就準備好來更換這個手機電池 當然有的手機比較好換 有的手機很難換 那基本上這個Infocus這一台M2的還不難換 那我們來更換它的電池 那我這邊有一個敲這個機殼的片子 它的這個這個角落有一個溝槽 你可以從這邊去敲 當然你不見得有這個敲殼器 那你用指甲去扣它也可以 然後你順著這邊 可以將這個整個機殼把它拆下來 好 很快的我們把機殼拆下來了 好 那你注意看這邊 在這個電池的周遭 電池周遭有 有八顆螺絲 然後是十字的 用最小的十字 十字起子上最小的 那它的外圍還有七顆 是一種類似梅花形的 這個是叫做T5 T5編號的 那我想一般小的十字起子大家很多 都不用特別講 那這個叫做T5 T5的話 你到這個露天拍外去買 大概二十幾塊就有了 那好一點也是五十塊 最便宜的二十八塊就有了 好 那我們就開始來動手吧 好 那 沿著這個周遭 好 一共有八顆嘛 好 那我們把周遭 這八顆螺絲拆下來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這八顆 再來就是拆這個 更外圍的 這個有七顆 這個 這個用T5的拆 那因為它 它不是十字的 它是梅花形的 好 那我們就把它放這裡好了 這兩個螺絲的 頭是不大一樣的 好 上面有三顆 下面有四顆 其中有一顆有貼那個保固標籤 好 那下面四顆其中有一顆有貼那個保固標籤 我們可以 將這個蓋子 把它打開來了 好 我們已經將這個 背蓋把它拆開來了 那這邊露出來的就是 手機的鋁電池 好 那我們 小心的把它 挖下來 因為它這個 有用 雙面膠帶 把它黏住 所以 你要輕輕的 慢慢的挖 不要用力太猛 怕傷到我們的 這個 機板 它連的還蠻緊的 不要太急 慢慢頂它 好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哈 我們 我們用了這個 我們用了這個 洪荒之力 終於把它 拆開了 那再來就是 它的一個 一個卡榫的 這個卡榫 它是插在這個 機板上這邊的 要把這個卡榫 把它拿下來 好 當你把這個 電池 這個 取下之後 還有一個接頭 你就 從下面 把它這樣 挑起來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整個 可以拿出來了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比較一下 我們的 新電池 很 很平 表面很平 這個已經 中間鼓鼓的 有一個圓弧狀的 這兩邊都 胖起來了 那 當然呢 我們也是要 在後面 這兩個位置 加個雙面膠 好 那 有貼就好了 不需要貼太牢靠了 因為 也許你過不久 又要再換電池了 好 好 那當然你 必須把這個卡榫 壓下去 它這個是用壓的方式 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 然後它就 這樣就固定了 然後把你的 電池 就把它放到電位 好 那這樣我們的電池換好了 好 這個很平 我們換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的 杯蓋 再裝回去了 好 那我們 把雙面膠拿來的 就是 前後 各貼一個雙面膠 好 那 有貼就好了 不需要貼太牢靠了 因為 也許你過不久 又要再換電池了 好 那當然你 必須把這個卡榫 壓下去 它這個是用 用壓的方式 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 壓下去以後 這樣就固定了 然後把你的 電池 就把它放到電位 好 那這樣我們的電池 換好了 好 這個很平 我們換好了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的 杯蓋 再裝回去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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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那我們都 這個 蓋子都扣上去了 然後再把這個 周圍的這個 螺絲 把它鎖一鎖 就好了 好 好 這個 T5這種螺絲 這是 下四上三 下面四顆 上面三顆 把它鎖回去 裏面 好 好 小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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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T5这个螺丝我们锁好了 然后我们棉花螺丝锁好了 我们现在锁十字的 那十字的一共有八颗 好 你再锁这个需要有点耐心 因为螺丝的话又很小 你再锁这个需要有点耐心 你再锁这个需要有点耐心 好,那我们螺丝终于锁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盖板把它盖上去了 好,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更换电池的动作 好,那我们现在就完成了更换电池的动作 好,那你就可以拿去充电充看看这一次的更换有没有成功了 谢谢各位观赏,再见咯